是 没什么要和我交代的吗 不是 这件事真没你想那么严重 我也知道 你这个时代 很多规矩都不用守了 但是避嫌两个字 总会念的吧 我跟那些人的关系 正在微妙当中 于情于理 你都不应该和沈银灯 私下会面 谁啊 我相信 你今天给我唱了这么一出 总该会是有前因的 所以这沈银灯 到底和你认识的什么人 长得一模一样 他和我的初恋陈婉 长得一模一样 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怎么还惦记着 你以前的女朋友啊 不是 陈婉她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我 我只是 真的一模一样 真的一模一样 而且 连说话的声音都一模一样 不过 我心里也清楚 她和陈婉毕竟不是一个人 我向你保证 我之后再也不见她就是 别 两回事 又是初恋 又是一模一样的 心里掀起惊涛骇浪 也是正常的 我 反正这个安曼出局 是肯定的了 你要真是对沈银灯 产生出了什么特殊的好感 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你还是风平浪静 淡泊已对 反而值得怀疑 再说了 你要是真的喜欢上了沈银灯 我不让你们见面有用吗 怕是会越近越烧 视同聊缘吧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 我喜欢沈银灯了 你跟她怎么样我管不着 你只要记住两点 一 管好你的嘴 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二 真跟沈银灯花前月下的时候 选个我看不见的地方去 我这个人虽然大赌 但是看见她一副 跟我有仇的样子 心里不舒服 不是 你在说什么 什么花前月下 你把我擒放当什么人了 还有 你能不能别老是摆出 一副老计痕就脸 这样一小孩呢 你在我面前可不就是小婆孩吗 倒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是个什么人就跟你女朋友长得一模一样 是个什么人就跟你女朋友长得一模一样 我还说你跟我 别动 转过去 投低一点 别往右一点 再右一点 什么意思啊 别有别的表情 我跟你说 其实家与爱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的头上 都有遮挡 司徒 在外漂泊这么多年 你难道不想 有个遮挡吗 你是哪儿的人 我是御航的呀 你们这个干什么 你的祖上往前回溯 有没有人来过苍城山 我们家世代都住宇航 我爸爸 我爷爷 我太爷爷 个个都是老实本分 最远只去过深海旅游 从来没去过苍城山 这么远的地方 从未 从未 永远 照片拿来我看看 什么照片 你爷爷他爸的 我太爷爷啊 我太爷爷照片都在老宅里呢 你要是想看的话 你得跟我去趟老宅 你在那边就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随便委托一个人 去老宅翻拍一些你太爷爷的照片 拿给我看不就行了 对了 再帮我找一些他的书信 我要看看他的字 为什么 我吩咐你就去照做 谁给你提问的权利 一个女人 用这样的神情和语调 打听一个男人 这也太奇怪了吧 如果往前推年份的话 你没死那会儿 我太爷正好是风华正茅 难道你和他 不会吧 你对这个人事 已经没什么眷恋了 是吗 安倍 我还不是一门 我最爱在哪里 好那边 你也是 你真是要 好那些人 好那边 好气 请 sabe 来 去吧 随着好我带爷爷 不会吧